比亞迪和特斯特對比起首季的單以順利增長來說 特斯特的按年增長是81% 比亞迪是200多% 如果單是這個數目來看就是再強勁一些 但是當然你對比到一個科研自動駕駛 因為特斯特都沒有了准备 接近過兩年就想去量産WubuTex 即是可以一個自動駕駛出租車 還有其他整個生態圈 還有一個兩點就是保險 軟件和保險 那麼多的其他數目 嚴格來說就不是一個直接可比的 但是它的業績的增長是真的非常之量力 又去到另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很多時候這期有時有些業績出到來 好和差是業績好不好 股價反應是有分別的 但是現在這個情況就應該是 宏觀經濟環境的資金面是 行得先過業績 即是影響會再大一點 是有分別的 例如如果近期大的企業又比較波動一些 大家關注應該是Tesla和Netflix 他們就看到一個分別 就是業績好和不好的分別 但是即使是業績好的Tesla 他即後應該那天大約是升一成 已經立即被人打倒下來 然後打穿了 穿了970多的最近的關口支持 所以就是業績很好 其實這兩間都 我也是會覺得在中資的車期裏面 都是給壓力都是首席